今年下半年,先后有两起影响较大的假军人型骗案被新闻媒体曝光,一个是刘东南,一个是张鹏,两人欺视到名,都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旗号招摇撞骗,欺骗了不少公众。 这一非法社会组织被民政部公开曝光后,许多人感叹,太像真的啊,令人防不胜防,其实,再像也只是像而已,只要平时多观察,多学习,石甲变甲还是有张可循的,让假军人无处顿头,这里有五招石甲变甲绝技。 帮您看破片子的精湛演技,第一招看证件信息,军人有三证军人证件,身份证,军人保障下,三证难以同时造假,对比三证信息极可辨别真伪。 第二招看军衣服饰,军人最讲究军容风气,军人的仪表,姿态,作风反映军队的精神面貌,军政素质和文化教养,是战斗力的一种表现,新修订的条令中规定。 军人非因宫是外出的,可以自由选择穿军服或是便服,稍有军队常识的人都清楚,军装也分季节,常年不换军服或者军服配饰,与证件信息不符,请提高警惕。 第三招看言行气质,军人坐如钟,站如松,行如风,如果长发飘飘,浓妆艳抹,行为猥琐,就要多长个心眼。 前不久,安徽省复阳市影东区人务部,抓获的一名假少将,就是因为着军服而不打领带,在酒桌上高谈阔顿,而引起民兵情报信息源怀疑的。 第四招看交往圈子,军人朋友圈大都简单纯洁,如果乱七八招的朋友比较多,请记住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这个朴实的道理,第五招权威验证,识别真假军人最好的办法,就是找部队权威机关验证一下,全国各地都有警备纠察部门,找他们一查。 准能识别对方是李逵还是李鬼,假的终究真不了。 辨假识假有高招,掌握五招绝技用心识别,称假军人并非不可分辨,只要大家都提高警惕,定能让假军人无处容身。 AD Survey Addepros 7000531